在高雄市台中跟台南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时间 大概已经慢慢的从这个高原期 逐步的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所以在这一周应该就是逐步的在 病例数或者是在流行的状况 应该会稍缓 终于看到疫情下楼梯的一刻 15号新增万例 扣除重复通报等等 还有9989例 申请率达11.58% 陈其迈的神色也多了 一丝放松 大概现在我们的病床的空床数 大概都维持大概是49 大概是围成五层的这个空床数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代表说进来住院跟出去的病人 大概是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但公卫专长的陈其迈 掌握疫情游刃有余 公安状况其实让他很头大 14号下午男子炼油厂的工人 进行台积电整地作业时 左手被洗沙输送带卷入 导致多处骨折 15号小港区这处工地发生工人 从近二米高楼坠落 背部直接被两个钢筋刺穿 那经我们劳动检查处初步的调查发现 在楼地板裸露着钢筋 为折弯或加护套 那此部分呢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 可以我们将予以采取三万到三十万元 公安问题层出不穷 遭到兰议员开炮呛下 政府这么样的不重视劳工朋友 他们在工地或是工厂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安全 如果政府没有决心去做改善的话 要想一想 每一位劳工朋友背后都代表着一个家庭 你们只是便宜行事 罔顾高雄市民的性命 索性两起公安事故都没造成生命危险 只是疫情还处在高原期 市长只能蜡烛两头烧 欢迎新闻林薇凯林薇旭刘佩婷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